大家好,我是Den 有点年纪的观众们 有记得这两首歌的人吗? 这两首歌是2009年当时 人气女团Tiara 和在日本有人气的男团邱欣森的成员 所组成的限定浑声组合 发表的歌曲TTR和TTR Listen To 歌曲是收到了不错的人气 但因为是女团成员和男团成员的合作 所以 两家粉丝们的反应不是很好 那到底是谁进行了这样的项目呢? 就是毁掉Tiara的金光素 而她目前就是女团Classy的老板 2月4号 Classy的官方YouTube频道上传了一个标题为 比咖啡一还要上瘾的歌曲的影片 影片中可以看到ClassyPA73 Fantasy不愿意成员在唱一首歌的样子 对 ClassyPA73 Fantasy不愿意成员们组成了一个小分队 A6发表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要这样对待团体 那就真的让Classy的成员们走吧 这是把年轻又珍贵的孩子们用过失的方法对待 真的太糟了 经纪公司拜托清醒一点 拥有这么好的成员 却只能拍这种东西吗? 请也听听粉丝们的意见 不过看来 广速对现在的这个分队活动很认真呢 已经有两次音乐节目的预录 以及直拍 内容不断涌出 既然让这样唱歌的孩子做那种事 有这个时间就不能让Classy回归吗? 我是三个团队中的一个团队的粉丝 但我正在假装没看到 拜托大家都装作没看到 拜托大家都装作没看到 让他们不再做这种事 对于浑身小分队A6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将要以电视剧出道的强望娘的姐姐 我终于知道 大家为什么要姐姐出道了 我娘给人一种精致的感觉 但姐姐看起来就像是雕刻出来的 这么一看真的很像 侧脸简直一模一样 下巴和脸色看起来姐妹俩很像 确实我娘有闪闪发光的爱豆脸蛋 而姐姐则有相亲直接通过的长相 海报上的所有人都一点也不像高中生 全都像是大学生或是社会新鲜员 这部戏除了强望娘的姐姐强大之外 我终于所有成员普纳 孙乐吉欧新思维基也会出演 我会为大家准备介绍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表演一结束完全变表情的IU 笑的样子也太可爱了吧 真的就像个小仙女 随着时间的流失 变得越来越漂亮且充满魅力 本来很严肃地营造气氛 但最后还是忍不住笑出来 最终大笑的IU 她的笑容太美了 每次看到都会再次被迷住 啊啊啊啊啊啊